拜登政府现在派那么多的部长级的人到中国去 就是因为他有自信心 他觉得他已经得到了所谓的势力地位 我知道中国非常地位 很恨听这个position of strength 可是实际上这个是事实 拜登的对华政策到现在为止非常的成功 他在美国的投资 在基础建设 在科研方面 在教育方面 他所有的这些再投资 比大概约翰逊以来的任何一个总统都大 他维修了特朗普破坏的所有的这些盟国关系 中国是非常害怕这些 你看他现在那个日本和韩国 你不能说完全和好了 现在还有问题 可是方向是有利于美国的 有害于中国的 不只是韩国和日本 你还有日本说如果中国侵略台湾 日本也许也会参与的 北约现在有一个瞄准中国的一个使命 它不是有限于欧洲的 菲律宾也让我们用四个新的军事基地 这个也跟中国有直接的关系 另外美国跟印度 那个澳洲和日本的这个四方的这个合作 是越来越大的 到现在为止没有实质性的结果 可是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我们跟踪的一个现象 还有跟那个英国和那个澳洲的这个奥克斯 所有的这些方面 美国都正在得分 而且现在中国的经济放缓 所以为什么拜登有自信心 派那么多人到中国去 是因为他现在不怕美国的共和党的鹰派骂他 说你太软弱 他不怕 他们说你是迎合中国 他不怕 因为他知道他已经有了这个势力地位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分析错了 美国能够派那么多人到中国去 是因为美国强 不是因为美国弱 而且中国不排不将级的这些领导人到美国来 习近平不去那个二十国集团 他没有去参加 是中国陷入的 好像他害怕 如果他去的这些地方 很多人会问他 中国的经济到底如何 理想福在哪儿 亲港在哪儿 你为什么还支持那个俄罗斯的 对乌克兰的这些残不忍徒 对习近平来讲 你出头出席这些国际的这些会议没有任何好处 而且危险比较大 所以拜登这样做 他不是恳求中国跟他一起稳定这些关系的 他是因为他有自信心 他知道这些人到中国去很可能不会有一个具体的结果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耐心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这几年就是因为拜登政府在维修美国的盟国关系 我们听了很多美国的盟国 还有合伙伴国 还有很多跟美国没有那么好的关系的这些国家都说 我们最想看到的是你负责任的管理中美关系 他们听进去了 有相当一部分最近的这些美国的部长到中国去是给第三国看 让他们知道我们是负责任的管理这些关系的 中方没有一个回应 是让这些第三国更担心中国的情况 美国还在得分呢